这个p50pro我以为是折叠的呢 港版的是吧 好家伙 这个听说这个是4g的这么大一个摄像头 p50pro8加256g的 这个橙色可以啊 看这个尾叉这里 边框 顶部 他帮他看一看吗 哎 没开机吗 这个多少钱 姐姐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很少卖啊 这个四季的 4300啊 4300 4300高不高啊 4300 港版的呀 这是 港版的好家伙 开机都是 反批似的 哎 港版的 有鸿蒙了吗 好家伙 哦 这新机新机器 现在都有都有鸿蒙的了 老款的没有鸿蒙的 4300是吧 4300是吧 这个可以这个 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人要 这个橙色可以啊 港版的 双卡双带4g啊 这个p50芯片这个不行这是都是4g的 像这种机器之前 卖掉又亏掉了又又回来那你现在不要便宜出唷 那你现在是要便宜卖呀 对呀 便宜卖这个应该亏不少钱这种 对呀 13pm 1t的大雷存的话亏的亏的多 问题 我们收集也没有去去查鸡大雅那些呀 对呀 你们收集你们不查 但是你出到客户手里面 他们肯定要看一下 一看 你要看不一样的 又要查鸡大雅 这个是一梯版本的 这个手机上面显示的是99% 但是说 如果说连艾斯沙漏的话 他显示的是90% 整机的话还有两三百天的保修 你帮我插下来 看一下这个 这个如果说你连电脑的话 他上面显示的就是90%或者91% 充电的话也只有32次 我们用的这个是鸡大侠上面的一些插的 远凤兰的 远凤兰的 这都是全绿的 就是电池这项 电池不一样 正常一这个卖9000的 我估计现在啊 8000块都不一定有人能看得上 暴亏这个人 月子大内存的暴亏 你要是内存小一点的话 还还还好 还好说 这种收获的时候 无计9000多 现在 8000多都不一定有人看得上这种 显示的90的话 但是他日常的使用的话 他还是和电池100的那个续航没区别的呀 只是说就是这个 电池效率这一块的话 手机本身和这个电脑上面显示的不准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绿色 你帮我拿一下 这个绿色应该比那个十三绿色好看 这个是磨砂绿色 十三的那个绿色是交鞋绿 这绿色 新到的 13pro max 256g的港版的 再保358天 也就是说刚刚寄过一星期 准新橙色的 现在市场拿货应该是812这样 刚办了 我在外面还成为要 相当于准心机啊 准心机啊 绿色的有喜欢的吗 绿色的 这个绿比十三那个绿 稍微好看一点 他后盖的话是磨砂的 十三那个绿的话 就是镜头变这个绿 那个是绿色的 那个是交鞋绿啊 那个绿太难看了 这个绿还好一点 60给你